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 治安警在29日開展了一個叫雷霆2022行動 去維護澳門社區的治安 治安警派出警務廳、海島警務廳、情報廳 還有交通廳一共44名警員 分別在澳門區截查可疑人士 亦巡查澳門多間按摩場所 去預防及打擊各種不法行動 在29日至30日凌晨行動中 一共截查84人、47男、37女 當中將6名女子帶回治安警察局調查 其中一名女子預期逗留 另外5名女子涉嫌從事賣淫活動 有關人士已經送到相關部門跟進了 巡查行動中有一個懷疑提供賣淫活動的單位 及涉及非法提供住宿的情況 局方已經同時向旅遊局作出通報了 今次這個行動入面 他們就說拘捕了6個女性 其實我在他的圖片入面 是看到有男性存在的 但是就沒有拘捕到他 還有看回他 是一共巡查了 截查了84人 一半是男來的 47名是男來的 男士全部都沒有捕到的 那是否可以在這單案件上 可以看得出 澳門你去嫖 應該就是不會的你回去文華之類的東西 其實自從上次那單雙屍案也好 或者是上年那三單 叫做換錢黨的兇殺案之後 澳門對這方面的巡查 亦都是多了好多 可能是因為現在的經濟不好 亦都是擔心治安方面是會有問題 所以才做那麼多巡查 那今集的資訊同大家更新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 下集再見 拜拜